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文娟 很高兴又到了非凡大探索的时间了 我们常常说呢 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零嘴 一边跟亲朋好友谈天说地 谁说这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呢 今天非凡大探索 我们就要带人去寻找 究竟哪些店家是台湾零嘴界的天王 像过年期间 也许你也在啃他们家的肉干呢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的 正是在台北市迪化街 有38年历史的肉松老字号 这家的老板自创全台湾最薄的猪肉纸 后来引起全台湾的店家仿效 好不好吃 卡滋卡滋的声音 吃起来香酥脆口 像在吃饼干一样 这就是全台最薄的猪肉纸 吃起来完全没有猪腥味 上面还有满满的杏仁片 口感更香更脆 分离猪肉干香醇浓郁 肉质Q弹甜而不腻 两大主打招牌 让这间隐身在迪化街近40年的老字号肉松店 每逢年节旺季 已经满满的排队人潮 如果想品尝活脆的肉质 还得领号码牌才买得到 这个要一起的吗 这个三包他的两包是吗 好这样子 你三包是要跟这边一起装 要不要装一个箱子 直接应该要装 好不好 五包 五包 原味 我早上大概五点半 五点就来排了 还有更早的 我还遇过更早四点 三点半就来排了 过很多次了 你差不多每次都买花 大概一两千块吧 顾客不断上门 让十多瓶的店面挤得水泄不通 但您一定很难想象 38年前这间店的前身 可是兼百年历史的布装 为了挣脱家业束缚 将咸脚违康抹命 经营肉松生意 由于对猪肉一无所知 让他吃足苦头 这个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蚊虫 当时是差一点把眼泪 每次都会调不出一个好的味道 没有办法给顾客人满意的东西 你就一直失败吧 倒掉味道不和肉松超过上百斤 若研究出香酥口感 将咸脚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不忍丈夫独自打拼 尽管当时身怀六甲 刘淑林还得招呼圣意 肚子已经很大了 八个 应该八个多月 那就要给中秋的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快到 也是要这样做 后来就找 我女儿就早餐 在夫妻相互扶持下 让商品逐渐创出名号 其中八年前 全国首创的菲力猪肉干 年间时期热销三四百斤 选用CAS检验合格 且口感柔嫩的腰内肉 老板仔细去除筋膜后 还得切成两公分厚度 一定要切厚一点 才会吃起来够痒 因为跟牛肉一样 牛肉越厚越好吃 肉干美味的关键 来自于独家腌料 发酵三个月的酱油 及一斤六千元的肉桂 和腰内肉紧密结合后 还得压鞭整形 镇控按摩 增加肉质的滑顺滋味 再透过烤炉热风烘烤 锁住肉干甜分 烤这个肉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才能成型才会熟 如果是百分之九 你就要往里面再推一下 出来的东西比较熟度够 那个香度就会出来 刚烤好的菲利猪肉干 表面透着蜜质光亮 厚打一公分 肉质带点粉嫩色泽 越嚼越香 它很有嚼劲 然后吃起来就是口感非常的好 然后很甜很顺口 对 就是吃了你会停不下 会想要再继续吃 杏仁片和温体猪肉 蹦出混搭美味 成了香酥的杏仁猪肉纸 哇 这片只有0.02公分的肉纸 跟一张白纸一样的薄 而且在年间时期 还狂卖近2万包 看到底有多薄呢 我们来灯光下面一瞧 简直连光都错得过 号称全台最薄的肉纸 使用里脊和后腿小肉 经过肉桂粉等酱料 彻夜腌制入味后 利用高温烘好 让口感更加爽脆可口 刚烤好的肉质薄如蝉翼 还点缀着白色的杏仁墨 不过烘好温度的掌握 来自于多年累积的经验 杏仁很容易烧焦 烧焦品质就不好 不好以后就不好吃 一定要温度控得很好 出来的东西一定要 很平淡的颜色出来 不能有黑色的 呈现黑色的成像 那个炒出来就烧焦 不能吃 薄薄了一片杏仁肉质 拿在手上一碰就碎 坚果香混合着肉香 让人越吃越刷取 因为排队可能确保一定有的话 大概四点多来 凌晨清晨四点多来 一定OK 忘记冻着卖上100斤的肉松 是许多在地人 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 去精去油的半成品后腿肉 在炉子里不断滚动 为了避免破坏肉质 老板拿出了秘密武器 一般人都用这个不锈钢的扒子在跑 我为什么用这个木头 为了要保持这个肉的纤维的整条整湿呢 来回加入少许猪油 增添香酥口感 老店坚持不掺水 不添加淀粉 保有猪肉原有弹性 肉香肆意的滋味 信韬客吻香而来 它口感真的很松 我觉得老人家也都还蛮适合的 对 然后就是入口即化 就很松软的感觉 很棒 从百年布庄成功转型为肉干名店 江咸角在妻子的鼓励下 不断研发新商品 不断成为掏客记忆中的好味道 跟成了年节最夯的休闲灵醉 继续